日本最近對於釣魚台 也就是所謂 釣魚島的國有化言論 不僅在中國和台灣 是引發抗議聲浪 洛杉磯的僑團 今天也在日本駐洛杉磯 總領事館前 舉行抗議行動 表達對日本做法的強烈不滿 來自大約15個洛杉磯的 中國大陸僑團 總共30多名抗議人士 今天在日本駐洛杉磯 總領事館所在的大樓前 舉行抗議行動 他們用舉牌和拉布桃的方式 抗議日本最近的 釣魚島國有化論 日本政府想把釣魚島 變成國有 這是不容許的 因為釣魚島歷來就是中國的 只是二十四大戰以後 美國托日本托管 不可能一個托管的 一個中國的領土 現在變成日本人的了 一個釣魚島是我們中國的領土 所以日本政府不可能 對我們這個國家的領土 可以把我們分過去 抗議僑團並且試圖 向日本駐洛杉磯總領事館 遞交一封抗議信以表達立場 雖然抗議民眾已經通知了日領館人員 但是等待多時沒有看到有人下樓接信 大樓警衛也不允許抗議人士進入 送交抗議信上樓 抗議民眾在日領館樓下 大約停留了一個小時之後散去 並表示將會用其他方式繼續遞交抗議信 18台新聞黃銘怡宋小雲 洛杉磯採訪報導 剛才我們看到有許多僑團 今天到日本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前抗議 事實上明天 美國南加州華人華僑 捍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 也將發起另一項的示威行動 準備明天是暗定時間 前往日領館刊議